已經準備好這麼久 可是走上台的那個感覺還是很激動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視角對我來說都很新鮮 然後很開心 真的很謝謝嬌哥 愛你喔 用中漢文對黃子嬌表達感謝之意 藝人露露十年入圍金鐘十次 今年終於敲響第57屆金鐘 和黃子嬌以婚禮歌手拿下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身為師父的黃子嬌 曾在頒獎前允諾要送露露愛馬仕也豪氣兌現 黃子嬌17號在臉書發文 說送露露的包已經準備好了 就等她親自領取 黃子嬌透露因為疫情價值觀不同 更想對身邊人付出 也感謝露露的貼心 能愛能給予都是福氣 露露苦熬十年開花結果 綜藝大人們團隊也替她畫上可愛插畫 而她也持續受到各界超狂祝賀 校門口的超大電子看板上 放上露露拿麥克風照片 賀喜三合國小傑出校友 讓露露看到喜出望外 而她就讀的大滑鍋中也跟進 親妹妹也畫上Q版的露露 拿著金鐘獎座的模樣 讓她興奮換上臉書封面罩 穿上粉紅痛飾裝露出白氣美腿 殷人曾寶儀獨挑大樑主持戲劇典禮受好評 而她前一日節目類獎項沒拿到 她特地在臉書向恩時指謝 從後方環抱張小燕 曾寶儀發文說 這次金鐘獎主持備受稱讚 都要把榮耀給張小燕 因為是她給她當主持人的機會 提到開場在後臺收到張小燕訊息 說被從小看長大的人讚賞 是她最開心的事 金鐘獎落幕 師徒情誼令人深陷 TWN新聞羅沙張 齊雲 台北報導